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女柴摄 今天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事情啊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三个小柴犬狗狗 分别是柴犬大熊 柴犬小丸子 柴犬依依 它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是爸爸跟妈妈 这是儿子 看 然后呢 这个 春风丸 春风丸 是他们的儿媳妇 春风丸 春风丸身上的毛退了 还没长起来 所以看着有些丑 她跟依依呢 也是这个 搭配了 快要生了 跟那个汤友儿一起进的产房 就是 大熊的儿子呢 和这个大熊的孙子啊 可能在这几天同时出生啊 这小柴呢 所有的这个 她出生的小柴哈 可能是 她的爷爷奶奶 还有她的父亲 她的妈妈 都给大家这个拍出来展现了啊 希望她能生出好的小狗狗来吧 我手 我真是陪你玩一会儿 这个小狗狗身上的这个毛啊 看着还特别少 看着很丑 她春天的时候脸特别圆 然后正是掉毛期跟怀孕期 这个碰在一起了 所以说这看着很丑 你看她会笑 你看 也不知道能生几只 也不知道是大熊的孩子相当多 还是大熊的孙子相当多 拍照 预产期呢 是在这个 今天一开始 可能在一周之内就生产 也可能在一个三天之内就生产 朋友们不要急啊 等这个生呢 我第一时间拍个视频 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小狗狗这是第一次生产 胖原啊 它是第二次生产 就是 你看这就是我的犬舍哈 猜犬就在那儿 这个就是狗狗们 小狗狗们啊 产房啊 小狗狗们在里面生长的地方 那个也是 小狗狗在里面生长的地方 就是 我犬舍所有的这个 狗爸狗妈呢 信息啊 全部都透明的 包括它的成长动态 全部透明的 你看这个小狗爸爸 是不是看得特别小巧 大家所看到 他们两个的这种状态啊 都是掉毛七 没长起来的状态 其实呢 你看一一 一一 一一很小啊 十二斤 一一长得十二斤重 就一点点的 因为这个手机这个镜像原因啊 这就显得狗狗很大 其实 柴犬的这种小狗狗都是很小的 一点点的 嗯 头一的生产啊 离不开人 希望这个 你第一次生产吗 能顺利生产 看着啊 它的这个 奶水啊 下的挺多了 看 它这个奶水 一定下来 但是 能不能捏出来 能捏出奶来了 捏出奶来就说明这个就几天就生了 看着这么活泼今天晚上生不了 你不能老巴冷我啊 你老巴冷我干嘛 有喜欢这个小柴大熊孙子的啊 可以这个观众一下 因为为什么我期待这一股狗狗呢 因为首先 春风丸 虽然就掉模器 但是 它长得很好看啊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 是一一啊 一一继承了大熊 还有小丸子 它这个好的基因啊 因为它是第一次第一窝生产 这是一一 一一现在还没到真正好看的时候 真正好看 等到明年春天 一看春 它身上的毛啊 它会特别好看 现在一一只不过能达到这个 七成八成好看 这真是小小柴 小狗 这牵出去 别人就以为啊 这个牵了一只 这个这个这个小狐狸啊 你看是不是 大熊 小丸子 一一一 牵了一只小狐狸呢 希望 它的孩子 能有大熊 也能有小丸子 好看嘛 就是有的时候 隔带遗传更好嘛 是吧 好 今天 给大家拍个视频 这是 我养狗的地方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再见